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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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希望我們思考一下 這個的 就是那種 意識形態去爭奪的那個冷戰時期 武器上的東西 但是另外很多的角度層面 另外就是那些間諜保密的問題 究竟還有就是用這些大殺傷力武器的道德問題 我覺得很多不同的面向的 是啊 那你有沒有想過一樣東西呢? 物理學家做特務會出現什麼後果呢? 有什麼後果啊? 其實你不是你學家都好 你做特務都是 一是天堂一是地獄的啦 就是當你被人抓到 你就基本上 條命是生是死都不是你說到事的了 那就是就算你僥倖能夠生存到下來 那其實就是整個那種的生活 你逃出了敵人的陣營 但是就輪到自己的陣營 都可能很提防你也都不期了 所以我覺得就 就無論科不科學家都好 就是你做得這些這樣的特務 和間諜的工作 其實就真的是很命苦的 希望現在物理學家不要再做特務啦 但是呢 戲裡面有一位這樣的人物 出場的時間不是太多 那叫Cloud Fuchs 他就是一個德國的 原籍德國的物理學家來的 那也都加入了共產黨的 那後來就在這個馬倫的話 有角色 那你今天可不可以講他的身世呢? 在這裏呢 為什麼我們突然間有講這個人呢? 也都有聽眾提議我們講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講 就是都是吃著Openheimer這套戲 那個餘溫 現在還是很流行的 但是很值得提他那個生平的故事 和他那個結局的就是 他不是一個戲裡面的人物 他是一個真是現實上的人物 他在馬克頓計劃裡面 也都是直接參與了 接觸到他很重要機密的東西 因為他真是識物理 而且能夠真是在一個理論小組裡 幫助去運算一些東西 那這條台長就說 其實一直在看他的Wikipedia那裡 看他的生平 那很簡單的介紹就是 本身他德國就是 也都是比較傾向 政治立場上比較傾向社會主義 他甚至乎應該是曾經參與過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 甚至乎是跟這個蘇聯共產黨 也都有聯繫 然後大家都明白到看歷史 因為共產黨在德國是一個 當時來講受到納粹黨迫害的一個黨 也都有很多政治事件 是跟這個 迫害德國共產黨有關的 所以作為一個在德國裡面支持共產黨的人 他也都同時間受到納粹黨迫害 所以他也都出走 離開了這個德國 就去到美國那裡 就參與了這個曼克頓的計劃 他能夠參與得當然也是本身 他自己的那個物理學的訓練 和他對於那個理論運算能力裡面的幫助 所以有一些機密 我甚至會說 是不是他自己偷回來的機密 還是他本身自己真的都懂得去計算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是兩樣東西都有在這裡 在這個研究的一段時期裡面 基本上Openheimer自己 他都不清楚原來這個人本身就是一個特務 他甚至乎在這個馬克頓計劃完了 Openheimer已經是不再理這個原子彈計劃研究之後 去到1949年 他都還有將那些技術資料 是間接地去傳送去蘇聯那裡 可以就是說 有這個Klaus Furch的這個人物 是直接令到這個蘇聯 是可以加速了他的核彈的研究 而且不只是普通的核彈 而且還有輕彈的研究 他都是有份去加速了 當然啦 如果看這個 他其實對整個的原爆計劃 是有貢獻的 而且他那個專業是在內爆那裡 換言之當時這個內爆的問題 其實要很多不同的專家參與才成功 是嗎? 是啊 那他當然是其中一個有份去從事理論的計算 如果我沒有記錯呢 甚至乎他在輕彈裡面去看一下 怎樣去設計那個輕彈那裡 他也都有一些資料 應該是直接把那個Edward Taylor 他們那個設計 有份去透露了出去 其實很有趣的 就問回蘇聯那邊 他就說是 收到這些資料 但是這些資料 就不是說直接對我們來說有用的 不過呢 他就令到我們去排除了一些 不好的想法那方面就有效了 其實這樣說就很重要了 因為在研發裡面 最重要的是你辨別到正確方向 向正確方向加速前進 所以我就會說 Klaus在這裡的貢獻 基本上都是直接加速了這個蘇聯研究核彈 和原子彈和氫彈 他們那個的速度 那他怎樣被人發現呢 其實他在1950年就穿了鍋了 那你會發覺在Openheimer這部戲裡面 就將這些時間的東西濃縮了很厲害 你是搞不清楚究竟 什麼時候發現這個特務 和聽證會是什麼時候 和最後那個Louis Strauss他們的結局 那些時間就是放在很短的那裡 那如果看回就是 Openheimer他四、五年之後 基本上就沒有再怎樣去沾手 這些武器研究上的事情 那因為就算他那個馬克頓計劃 那個director 那個位置都交出了 那然後 在49年 就是由45至49年中間 Klaus他繼續有把這些技術資料 就傳送去蘇聯那邊 那你看一下 美國就大約在1952年成功去爆了第一個氫彈 蘇聯就是45年第一個原子彈 52年第一個氫彈 這個是美國的 蘇聯就是49年第一個原子彈 53年第一個氫彈 那種速度你發覺是咬得很快的 那基本上是用了幾年的時間 就把裡面那些技術問題克服了 然後就把連那個氫彈都搞出來 就是你這樣說 你只是看蘇聯可以用多少年時間 就搞到原子彈呢 就沒有看到這個特務間諜的威力在哪裡 但是你如果將1953減1949 由原子彈到氫彈的時間 只是四年 蘇聯就搞了出來 對於美國來說 他真的是靠自己搞的 由1945到1952 是七年的時間 那所以你會看到那個情報的力量 怎樣令到它加速了研究在這裡 我覺得是可以有跡可塵的 那我發覺如果其它國家 例如中國他們參考了這個歷史的個案 都發現你去探人的東西 探人的東西是一個最快發展的速度 中國就這樣嘛 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 1967年第一顆氫彈 那就是三年 但是中國那個因素可能是俄羅斯 蘇聯在當時都提供了一定的協助的 留下的技術資料 這個範圍越來越短 現在你北朝北韓 你都可以很快搞輕彈 如果他們有這樣的 是的 理論的設計是有在的 但問題是細節上 你怎樣去克服它 好了 那這裡如果看《華基百科》 你原來有個小的日時 就是當年當時 原來他和Richard Feynman 都是相當之朋友的 是的 那只有他和另一個人 就有車 在那個英國的 駐在Los Alamos 這個地方 美國 是New Mexico Los Alamos 新華基那裡 那裡 我們以前也提過 Richard Feynman 他第一個情人 就有肺病的 也都適席 在這個晚安頓的話的時期 他是病重的 他的初戀情人 當時Richard Feynman 是要借車去看他的太太的 即是廢奴 結果是借了其中一人 借了他的車去看他 我們要探討一個問題 就是當時為什麼有一幫這樣的人 我們後來發覺很傻 要為了蘇聯 為了共產主義 甘心做特務呢? 你看回他自己的自白 他在1950年那裡被捕 最初他當然是否認自己間諜的角色 但是經過了第四、第五次的盤問之後 他自己都全部供出出來 其實就看到他的作供 他這個人本身 他真的是一個很信奉共產主義的目標的人 當然對於他的手段應該是怎樣 我想這裡沒有跡可尋 但是對於那個共產主義描繪 那個人類最後的所謂的共產主義天堂 他是拜的 所以他是真心地去希望幫助蘇聯 然後就實現這個理想 但是當然他也絕對沒有意識到就是說 在那個戰後 由那個對付納粹黨到突然很快 即刻就進入冷戰時期這件事 很多的美國政治家是想不到這件事 但是反而很多的美國的科學人 甚至乎包括Openheimer自己 都是想不到這件事 即是這個軍備競賽 因為我會說其實 如果歷史回事後很明顯看 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就算當時這樣說 如果你有一點點那種 對於博弈理論的那種sense的話 其實我會認為 歷史上證明了 無論薩克羅夫 還是Edward Taylor 在有一件事上面的意見 他們不約而同地去吻合 也都不約而同地 準確地預視了人類的命運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都認為 這個軍備競賽是一定要做的 而且還要做到地步做到盡 就是你要做一個doomsday machine出來 就令到大家意識到這件事 按個鍵就可以毀滅了大家 於是就是這個恐怖平衡之下 達至這個平衡之後 你人類才會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才會懂得去醒悟一下 是不是應該要停止這個競賽 以及去用和談換取和平呢 那你記得在戲裡面 我猜是去求的 就是New Ball去到英國的時候 他拉起來 我可以拉起來 一邊講的嘛 我就不會幫你的 就是整完這單 不過你要記住一件事 如果要做呢 做一個最大的 是啊是啊是啊 大家都有這樣的意識 大家都不會打嘛 是啊是啊 但是 真人不要講的 這句話應該就 哈哈哈哈 但是Openheimer就認為自己 在原子彈已經做得足夠大 但是大家也都很清楚 還有一個更大的 輕彈 還有更加大震懾力的 就是輕彈再加火箭 就是導彈 一路你會發覺就是 去到什麼時候才叫做 大家肯談而已 你去到古巴的導彈危機 去到六十年代 去到有導彈這件事了 大家才認認真真去面對這個 整這種滅世武器的效果 那就是在這裡呢 你看到 這次我們這一節講的那個人物 Claus Fuch 他都有他的天真在那裡了 他就希望 可以幫助實現到這個共產主義天堂 他承認了這個 將資料交給蘇聯之後 承認竊物 就判了十幾年牢的 實際上就坐了九年之後 就將他驅逐了去東德 他之後就在東德裡 都算是安享萬年 他在東德裡 就當他是英雄式人物這樣 就給他一個高的地位 那他都去到什麼年代 好像七八十歲才要過生 1988年 那是昔席在蘇聯解體的前夕 換言之他看不到整個共產主義崩潰 那是好事來的 可能他 anyway他到死都沒有認為自己做錯 那原因很簡單的 因為呢 做到這件事呢 其實是不止他一個的 事實上當年劍橋大學有很出名的 就是後來知道不是四人幫 是五人幫 牛津大學也都有的 去做這件事的 雖然我們今天舉這個例子 但是其實還有其他人的 包括美國人自己都有去做幫蘇聯 那那個原因是因為他們覺得呢 就是這種平衡呢 如果美國 只是有美國有這個 其他蘇聯沒有呢 就可能這個蘇聯就會被殲滅了 另外就是因為他們是目睹過 1930年的經濟大蕭條 包括英國裏面這些貴族 就是劍橋、牛津的優才生 他們目睹過那個時候 1930年的大蕭條 所以他有這個背景 就是他們會有一個 相信是社會主義能夠救世界的 一個錯誤的觀念 那至於為什麼他們拿東西呢 這裏要提提了 就是因為有一個叫Vinoda Project 就是當其實在戰後的時候 美國的特工是解讀到蘇聯出來 在大使館裏面的店舖 結果知道裏面 在馬鎮頓裏面有針在那裏 結果查到就是這些人 但是這裡我們要解釋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當時 其實美國的情報機關 是查過了所有參與馬鎮頓計劃的人 的之前的政治立場 包括Oppenheimer都是 理論上應該是不讓Oppenheimer 去做這個馬鎮頓計劃的科學主管 但是在戲裡面 這個Matt Damon做這個角色 為什麼給他呢?就是說 正正因為你有這個左派思想 我尤其是常理呢? 尤其是常理呢? 尤其是常理的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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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常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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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大project 大機構的時候 你沒錯 你是可以做盡很多的措施 去盡量減低那個泄物 你的保密功夫可以做到有這麼嚴 但是在你的管理思維上 你首先就要假定 一定有二五仔在那裡 一定有人泄物 所以其實在他們的馬克頓計劃裡面 他們根本就是首先預計了有Plan B的 一定會有人泄物 問題就是你對這個泄物有沒有一個很好的準備 的Plan B在那裡 很明顯看到軍方他們的人在他們的軍事訓練裡面就知道了 你不可能假設你的軍隊裡面沒有情報洩漏的 問題就是你怎樣去面對這個情報洩漏 怎樣做這個風險管理 但是在那幫物理學家裡面 似乎就是很多就是一些 真是對於共產主義萬一搞砸之後 會對人類造成幾大禍害 是沒有一個很深思熟慮的 其實這麼說 在這個冷戰時期 就算在麥卡錫時期的時候 很多人也都有很大的醒悟在那裡 也都是覺得醒的了 就算在美國、英國看到原來你蘇聯搞共產主義 可以搞到這樣 但是始終還有一些很天真的人在那裡 但是問題就是你要怎樣跟這些很天真的人去並存 或者在那個計劃裡面 你怎樣可以跟一些很邪惡的間諜在背後去共存 我覺得就是一個真是懂得去計劃戰略的人 包括我當時也有聰明的政治家 就是軍方的管理人員在那裡 他們是幫忙去面對一些 物理學家不懂得面對的人情世故的問題 很難的 物理學家要搞識政治 我之前都說了 搞科學人不要搞政治 這個不知道今天還有沒有人吸收到這個教訓 不是一件事都可以一條方程式這麼可信的 最嚴重的這件事 因為你覺得你自己很聰明的 你以為世界上所有的現象 都可以用一個科學方法去理解的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致命箱 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因為實際上太非常非常長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